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卫尔就来了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韵国敏先生所写的 他写得非常好 我觉得很值得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集是录播 希望大家可以暢顺一点 去看我完整的视频 又不需要在这里跳一下跳一下 所以今天的录播 我会遇上这样播出的 也会在平台上和大家分享一下感觉 我会继续坐在这里 虽然花的时间会比平时多很多 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我就讲一讲 这篇文章叫做一疏烟雨任平身 这篇文章开头就是说 有一些人跳出来 尤其是一些貌政的公正学者 要去支持他们心目中做得不错的林郑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是每个人自由思想的表达 但是应该做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摆事实 第二件事就是讲道理 这样才可以说服到其他人 为什么要支持林郑 因为你要看回事实上究竟 我们的林郑月娥女士 究竟为香港做了什么 讲道理就是 她做了这些事情 究竟帮助香港市民处理什么呢 这方面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绝对是非常重要 众官一众近来粉密登场 虚而幻化 口号漂亮 目的鲜明 是倒飞城市的 这一班朋友 可以这么说 尹先生有这样的看法 我就觉得 咦 好像看不看下 都好像真的 那样 当中的表表者 是姓陈的 某一位女士 以及最近支持得非常忍悔的 姓陈的 铁粉 他们要支持林郑 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又说不出 拿不出林郑最近的施政 究竟很好的实质事例来做证 这个其实老实说 如果你说 开关通关这件事 我们很久之前已经提到的了 又几乎是今年的年初 我们就一直说 我们希望香港去通关 也有很多建言 有没有做到 其实是没有的 那你跟着下去 现在要急着做 为什么呢 因为民意真的很蜂� 但是会不会稍然迟了一点 我都说的 有做好过没有做 大家同意就加一 因为我相信香港人 期望通关是很久的了 但是为什么澳门可以这么快通关 这个永远是香港人心目中的痛 为什么不早点像澳门那样去做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的了 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可以解释到 和解决到 就是很容易的 所以希望政府出来说明一下 就是最好的 当然了 现在通关 我相信香港很多市民都很开心 其实呢 最重要的是 这一班朋友 最可笑的是 他们好像作冊心虚 油泡琵琶半遮面 想去撑林郑 但是又不敢明目张胆 又不敢开宗名义 可能是怕很难堵住建制大多数正义民众的 柔柔的众口 就是范仲珍的意思 其实呢 是不是建制呢 其实没所谓的 我自己觉得 因为很多正常人的民众 你是怎样去看特区政府施政呢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想屈永燕小姐也是其中一位了 是不是 于是乎 唯有披着和大家一样 批评林郑的外衣 先博取大家的不同感 然后呢 就移形换影 小麻就大帮忙 从暗中去推销下而撑林 这一种呢 就是尹山所说的三等货息啦 他表示 真理呢 只会越辨越明的 对于林郑的施政好和坏呢 就应该来一场公开的大辩论 看怕呢 是三日三夜都说不完的 这个也是啊 说真的 就是大家讨论一下他施政好不好 或者过去一届 特区政府 究竟面对这些问题上的怎么解决 其实真的很多事情发生了 大家看到 还有这几年的光阴 是非常难过的 为什么非常难过呢 2019年大家知道 接着疫情紧接而来 说2019、2020、2021 现在已经到年底了 大家感受如何 相信也是 不是好过啦 认同的 当然要加一啦 其实呢 如果以简单握要来论之的时候 以林郑在行政会议前 对记者会上的一番讲话 和她之前出席立法会识别满意的说话 作为一个评论依据 尹山大概总结了以下三点 第一点呢 第一点呢 就是她的施政的特质 经常为人所救病的呢 就是说了就当做了 正所谓是典型的口头革命牌 那就是说 老板叫你做事 那你说OK 那我可以做 我跟老板说我做了做了做了什么 做完这些东西搞定 说了 OK做了的啦 那结果会是怎样呢 成果怎样呢 不用考虑的 我总之说了我就做了 因为每一样东西 用口头表述就OK的 实质做了什么呢 不知道 OK 现今的香港社会 明明所有不同的范畴 不同层次的社会问题 已经是不断地浮现了 不断地蠶食 危害 或者严重影响了 香港社会的政治 教育 舆论 民生 发展 种种不同的社会层面 是极需要特区政府 拿出有针对性的策略 和实际性的行动 来应对 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那我同意的 你不是说 我放了一些政策下去 或者做了 或者是放了一些人去处理 但是你没有跟进到效果是怎样 其实是不行的 那譬如 我们看到内地防疫 真是很紧张的 如果当内地某个地方有疫情的话 其实内地的做法 在学校的做法 其实非常之好 就是问一下家长 问一下学生 你要填寫 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地区 如果有去到那个地区 那时候 麻烦你 你就要接受隔离了 方方面面 你看到 是做得非常细致的 还有 可以跟进的 如果不跟进的话 其实就会影响到很多人 所以的时候 那时候 特区政府应该 应该向内地的方面去学习 看看 究竟在哪方面 是真的要去 实质做一些例子 以及结果如何 这些是很容易验证的事实 尹先生又说了 林郑的特点 先说了 至于 接下来怎么做呢 做得怎么样 即是 无从稽考 有没有任何的迹效 就完全不知道 这是她所为人的救病 包括 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 其个人的山招牌 说了 当做了 她就引述 某些媒体的社评 就是要实现 这些远景的目标 特区政府 必须为 解决基层住屋问题 定立了明确的目标 和时间表 经过深入的研究 去将目标 分阶段 这个是的 不是说我要做 我建屋 要建多少 或者是 要收拾多少土地 我说了 你没有分阶段 即是我们都知道 每一件事 有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 和长期目标 我要达到什么标准 这个才是工作的 一个分工的阶段 但你没有这些分工的阶段 你只是告诉大家 我打算这样 即是说了和做了 没有分别的 你是不是有得跟进 万一你没有得跟进 那有没有问责 特区政府最开心的就是说 我会问责的 但问责的层次在哪里 这方面我们就要搞清楚 那应该呢 就分层次分解和落实 就是尹先生这么说 以明确呢 文责制的履行政府责任 不可以再以说 就代了做了 做了呢 就代表就已经做到了 那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如果呢 即是我们特区政府 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呢 这个绩效呢 就会好很多的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 除了一个远景目标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呢 是你近期里面可以逐一推动的 找哪个问责 还有呢 有没有得监测 这方面 我觉得非常重要 即是我看起来 除了立法会 可以监督政府之外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 部门 可以监督政府的施政 那其实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说这一点表达了两个意涵的尹三华 其中一个呢 就是过往呢 政府呢 做事呢 是确实存在 以说代做的 普遍现象 和习惯多性的 如果不是呢 那篇社评呢 就不会这么说的 那我也认同的 其实政府里面来说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说 整个官僚系统 其实做事很官僚呢 或者是没有做到呢 这些是不作为的 那好像我们 习近平主席所说的 为官被视平身持 就是这样了 那第二点呢 尹先生有解释了 最画龙点睛的呢 就是说 不能再 对了 社评里面说的 不能再这三个字 意思呢 是告诫呢 违政者呢 不可以再这样 去搞下去的 不可以做 不讲 不文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去 耽误了香港啦 耽误了人民啦 那以前呢 你们已经是习惯了 这样做啦 之后呢 就绝对 不可以再这样继续下去 所以不能再这三个字呢 是亨昌有力的文字表述 我认同的 不可以再这样啦 提醒你呀 你经常是这样啊 你不要觉得 你说了就当做了 这件事呢 是不可以的 因为以前是经常这样做 这个是善意的提醒 那这些媒体社评呢 就是扎地有声的 说出港府做事呢 一向有这样的劣根性在里 而且呢 告知这些违政者 以后再这样做呢 就你其实真是 空谈胡说 那这些呢 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所以的时候呢 第二 他做一样东西 就是他做事的特质 就是一遇困难 一遇阻滞 就退缩 就停滞不前 甚至呢 是回回头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退态啦 是不是 就是你遇到难题 不是迎难而上 而是说 喂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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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谈一遇 不如先谈另一遇 是不是 这样就会好些了 那我觉得呢 这些这样的退态呢 其实在处理什么的方面 我们看得很清楚呢 譬如 我们逃犯条例的 是不是 我们看到那些黑暴 是不是 还有防疫问题 这两样东西 其实都是这两年 就是这两年里面 最令到市民 心伤难过的事 因为可以团圆 结果又不能团圆 是不是 那你又看到 有些黑暴分子破坏香港 那你究竟想怎样 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些呢 就是一个重点来的 但是 结果又怎样 就是你遇到有难题 那时候 是跪下的 你是不知道要怎样处理的 就是 会不会有少少进退失据呢 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受 还有呢 这些的手法 尹先生表示 是很低劣的 还有呢 有没有见到 就是有没有见到效果呢 其实呢 就真的见不到什么效果的 房屋问题也是 那其实 接下来的香港 真的有很多事情发生的 所以 未来的这一届立法会 我是寄予很大的期望 因为23条要立 房屋问题要解决 土地问题要解决 政府的职弊 我们也要解决 AO党要解决 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 那这一方面呢 特区政府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 就是思考点呢 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去理解一下的 那还有一点 第三 就是尹先生觉得 林郑如和女士 对自己处理过的事情 如果有成绩呢 就会抱上身的 对了 其实不是对自己处理的 只是说的 有过错呢 就退射 说是其他人 OK 甚至是倒打一把的 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说得挺 啊 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都颇为认同的 那他就说了 就是以这个 逃犯条例的问题 在黑暴期间 很多的黄人 譬如像一些黑暴理念 同路人 包括一些黄尸公务员 医护等 黄梅 黑暴分子 一致要求 特区政府 立即成立 独立调查委员会为例 他们成立此委员会的目的 是司马超之心 勞人戒指 很明显是值此打压 和抹黑香港警察 去严正执法 以及企图瓦解和分化 削弱香港警察 全力去撲灭黑暴 这是我们当年记忆猶身的 而林郑又是如何处理呢 就由反修例的黑暴开始 她领涵的特区政府 对黑暴采取 援请 怀柔 纵容 形同投降主义的路线 不作为 和懒作为 其实 我客观点说一句 尹先生也是客观的 我客观点说一句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是害怕的 他们不知如何处理 以及在政府内部 其实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呢 我相信都有 但是大部分人 都会觉得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既然是这样 你又怎么寄望 这件事 可以真的完整到 解决到相关的问题呢 这方面 大家真的值得想一想 如果当时 真是很强力去推 或者做好所有防备 跟我们的香港警察 就是香港警队 就是香港警队 邓炳强 我们的前警务 就是前一哥 我是这么说的 那他呢 可以一起的 全部上下一心 我相信的问题 是很快可以解决到的 亦都不会令到香港 那时候产生了很多怨天尤人的声音 这方面 我觉得尹先生也说得很正确的 至于呢 他跟着说了 至于呢 压成成肉炊 乞暴分子变本加厉 迂取于攜 如入无人之境 几乎呢 就将香港的东方之珠 扎过希巴勒 用林郑本人的说话 香港贫淋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 唉 回想起当时的事情 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发了一场恶梦 幸好这场梦 就真的醒了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搞定了 就是很感激 就是当年的警方 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之下 令到香港真的 可以有拨乱反正 重见清天的日子 那呢 尹先生说了 就有人说 这个是某某人 引蛇出动的计策 或者计谋 真的 我同意尹先生 跟着所说的 这个是方天下之大谋 亦都是 方天大的屁话 骗三岁的小孩都骗不到 这个超级臨品 陈某人之流 竟然用来骗 广大的民众 如果在反修例的初期 就是头几个月的时候 有乱象徽生的开始的时候 各方面 暂时不知道如何入手去处理 就是 採取所谓的引蛇出动 还勉强说得通 但是 在黑暴时期 中段和后段的时候 围攻警总 大家知道 对旺角警署围攻 现在真是历历在目 那些感觉都出来了 扔弹弹弹 去襲击警署 放火烧 在各市区 街道去追打警员 包括 大家知道 用把刀寒着 傷害警方 用口咬 用火去扔 一个要去收拾 他那支 凡板的警员 用强水 你看到小虎sir 他那个伤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一些不明物体 去撥警员 在李公那里 大家看到 用弓箭 我们看到 那时候眼火爆 想起陶杰 那时候还在说 好像警方 没必要这样做 我真的觉得 凭什么这样说 香港社会 幸好有警察 如果不是有警察在守护 我觉得真的 香港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到这一刻 我也是感恩警察 这是一定的 还有 就是 用砖去扔死了 一个 无辜的伯伯 大家知道 放火烧 这些都是很离谱的事情 围堵 痰瘫 机场 活捉 和捆绑游客 还有用脚去踢一位警察的下体 这些 其实是 令我们觉得 这是我们熟悉的香港吗 我们完全觉得 好像香港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会身处在一个 这个号称是最安全的城市呢 我们完全不觉得安全 但是特区政府在那时候做了什么呢 我觉得是无助 和我们香港市民一样的无助 那有没有功劳呢 我真是觉得 邓局长 我们的前一哥 是真是 带领着警队 令到我们 香港真是脱离这个苦难的 那当然啦 同意的 当然是要加一啦 是不是 那还有 哇很多 真是 想起当时的事件 真是 就是 心情立刻会有少少低落的 那真的 那还有 嘔打 掃除路障的市民 因为我也掃除过路障的 我真的试过 有一次在湾仔行经 下黑道的时候 不是下黑道 好像是在湾仔道 是在湾仔道的时候 我清除路障的 我真的忍不住 我觉得你为什么要阻止路 那些路 那些车不用走吗 那些人好像觉得没什么 于是 我真的踢开了路障 踢完之后 我都知道身处陷阱 所以我就离开了 但是一结果呢 我都很醒目的了 我倒不时回头看看 没有人追上来 结果真是见到 有一位女仔来的 拿着雪糕桶 就打算扔我 幸好呢 我就转转头 我就戳着她们想怎样 接着的时候 她就没有做到 扔在地上 那这个情况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所以我到现在 都很敬佩高sir的那种勇气 真是带着大家去清理年龙场 去清理 即是将香港贴得一团 一团租的那些文宣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包括港大的暴动 中大的暴乱 是吧 理大 火烧洪水 打扎抢销中资机构 银行 和一些不认同暴力的良心企业等等 这些情况真是庆祝难输了 多谢尹先生 给我们回忆当初的这些事情 那当时呢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发生了 那包括尹先生所说的 譬如好像 就 燃烧国旗 是吧 扯国旗 把国旗扔到海 那还有的时候呢 连同一些垃圾呢 就 就是推向河里面 那 侮辱国旗 那跟着 扔物质去 侮辱我们的国徽 这些 其实非常之多 还有呢 就是大家知道 7月21日 就是721所谓的 用暴力围攻 中央駐港机构中联办 那这些大家知道了 跟着的时候 就是 林卓廷 就 带了一班人 就是 过去了 港铁站 就去滋扰了 那结果是怎样 大家都很清楚了 那这件事 真的不想再提 那还有呢 就是那班人呢 就用火啦 和臭蛋啦 颜色 蛋等等 那时候呢 污损了国徽等暴力的罪行 就是 举不胜举的 真的很多 那市民呢 就面对这些摧毁香港社会 就是民生几乎被毁于一旦的暴力冲击 为了所谓引蛇出动而无动于衷 触手代琴 这些说得去吗 说这些话的人 不是掩着良心 说大话 就是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是的 刻意为这些人的不作为 说笑 或者解话 但是真的解到话吗 由 就是 逃犯条例的事件 发生的 中前段 中段和后段 其实中央呢 一直是有三身五零的 发出 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的最高指示 就是要求了 港府呢 是迅速 而且切实的 果敢的採取措施 就是当年我们做不少的了 我们其实呢 我们是支持中央政府 和支持特区政府的 撥断反正 那当初的时候呢 我们是举了很多的例子 就是 希望 是 中央政府 就是支持 香港警察 去止暴制乱 甚至我们当初其实有想过 是不是要派解放军来呢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 就是 香港警察 非常乞制的 站在最最最最前线 面对那些黑暴 他们是无所畏惧的 那这一个 是警方的上下一心 令到社会 真的在那个时候 团结一致 我们2020年初 说要立23条 其实 就是 撥断反正的 一个 很大的一个作为 这个 是要基于史冊里面的 那 那邓炳强 前一哥 也是绝对会写入史冊的 这一件事 其实对我们每个香港人 对于我们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 那更加重要的 就是 希望 去打击到黑暴 以及 保护到 香港人的生命 财产的安全 以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但是呢 特区政府在当时 尹先生觉得他们是 让奉恩惠的 我就觉得 不是让奉恩惠 而且 基本上是不作为 甚至 完全依赖了警队的策略 去解决问题 这件事 警方 就除了我们香港市民 超过二百万的香港市民 真是支持撥亂反正 其他人 都已经被洗脑洗得非常之厉害 我们当初是处弱世人 但是 结果都是守得住 后来的疫情 是 我说真的 真是帮了不少忙的 那国家见到 有那么多人支持 也都提早推出了 香港国安法 那这个撥亂反正 就令到警方 是有 手上高拿着一样武器 去守护香港 去守护香港 还有的时候 国安公署的成立 令到香港 真正踏上平安之路 更加一赞的就是 中联办的 骆惠宁主任 和港澳办的 夏宝龙主任 亦都是为了香港 废尽心思 一步一步做 不要中了 美国颜色革命的 这一个 奸计 而令到香港 是一沉不避 所以的时候 真是很感谢 警方当年的策略 那这个情况 就持续了一年了 相比起泰国的 黄三军 法国的 红三军 美国的占领维加 都是几个月里面 搞定了 但是港府 用了足足一年 这个时间的确是 真的很长 这一年时间里面 相信很多香港市民 真是 记忆犹深 我认为 心现在也在躺着血 有些还在 尹先生有说 还有在黑暴集讲的时候 市民的生命 受到威胁 在最危险的关头 有记者问林郑 中央会不会派解放军 来港评论呢 林郑公开答 就是 不会的 中央是否派解放军来港评论呢 中央会根据黑暴的发展程序 来作出判断和部署 自有主张 林郑这一说不会 喜不暴露了 各支军基大使 这个挺有道理的 第二 被黑暴分子听了之后 心中有数 就配添信心 现在香港 已经被我们 这些黑暴分子 游轮得惨不忍倒了 正如 已经被收监的黎智英所说 趁他病 拿他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林郑都说解放军 不会来香港评论了 那我们这群伙子还怕什么呢 就更加加把劲地摧毁香港了 不达无的 誓不罢有 林郑还不是害了香港吗 这个大家想想 我就不再评论 大家看看 还有一个例子 很明显的 在黑暴的高峰期 特区政府 试图化解危机 搞了一个政府代表 和黑暴分子代表 去做一个多场的公开对话会 其实是香港市民来的 不只是黑暴分子 跟香港市民来说 究竟是怎样的 对话分子 在对话会上 商访的立场 按道理是敬畏分明的 一方面就是反对派 他们要藉着 已经掀起来的 反政府风暴 推出五大诉求 缺什么不可 这个不能说 因为这个违反国安法 这些反动的主张 迫政府去接受他们的主张 以达到 港版的颜色革命 我们知道 这个绝对是 以及 港独自决 这些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 这个是 说得好 尹生日继续说 而代表政府一方的林郑 让人应该以正言辞地表达出整体的意思 藉着公开对话的好机会 好好地被社会大众宣扬特区政府的主张 博弃和揭露这些人 藉着所谓的逃犯条例事件 他们在发动颜色革命 配合着外部的反华势力 搞乱香港 夺取香港的实质管治权 将香港带向依附西方的反华阵营 这条不归路的险我用心和目的 但是有没有说到呢 究竟林郑月娥女士是没有说到的 尹生说她留意到 里面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林郑月娥听了那帮人 在会上高的陈词和诉求 他们眼眩眩 尤其是陈兆史女士更加哭得梨花大雨 不停地用纸巾抹眼泪 哇 我没有太多留意那一段 我只知道那时候她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不是嘛 为什么政府会这样去做事呢 我真的估计不到 政府会这么软弱 是不是无能 我不敢这么说 总之是软弱 你应该很硬的出来 告诉你 其实你做的是错的 我们要撥乱反正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市民 所希望我们的特首 是硬正的一个最主原因 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 绝对不能退缩 尹先生觉得作为特区政府的立场 她的对话代表 在对话会上 用这些身体语言 对了 不就是隐含着同情这些暴力的示威者 就是我说的 不会用暴力示威者 我就会直接讲人暴徒了 以及认同他们背后的政治理念 以及一些企图 为什么不心痛恶绝 以及如何不清楚认知 这件事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前途呢 如果你不是两军对女尚高 在正气凉言 涉战群元 厌持搏斥 其实你这样做 总比你雷眼安汪 以及你泥花大雨 这些不经意自然流露的身体语言 这些不经意自然流露的身体语言 不是很能够清楚明白地 看到的问题所在吗 即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人 出去对话谈判 就是输死都未天干 我觉得是的 相信大家的感受 亦都是非常深刻 还有 就是在应不应该成立 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问题上 即使在政府的内部 亦都有很多争议 意见是昏运的 我们当初也看到的 这个问题真的讨论了非常久 特首 不是前特首 特首 在之前公开说到 当时也有部分建制派的议员 就说应该成立 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但其中有一个细节 是林郑没有说到的 在19年的黑暴期间 南华早报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她举回南华早报说的 话说 林郑在这段非常时期 曾经薄勇出席一个外国企业 商会的私人聚会 在该次的私人聚会活动上 有人问林郑 香港为什么不成立 独立调查委员会呢 大家 猜不到林郑竟然回答 警察方面 不同意成立 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件事我真的要再看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是传闻 大家不要介意 而这个传闻 我也要查一查资料 找到我告诉大家 南华早报 OK 找一找 林郑这番表述 有多重意涵 其中有两点 第一 就是身为 特区政府的最高决策人 对于是不是成立独立 表查委员会的问题上 是她的政治判断 和政治决策 也就是她分内的职责 俗语说 食得咸鱼抵得殴 坐得到特首的位置 就应该要尽职理责 这方面是一个重点 所以 不管外面由此衍生而来的 有多大的压力 特区政府的顶层 都要背着这个重责 端不可以把这麽重大的责任 去外面推 俗称的射博 把那波推给警察 在当时来说 等同出卖了香港警察 唉 尹先生觉得 这个是严重的独职行为 唉 是不是独职 我真的不敢说 但我觉得这样的说法 即是你把责任推给警察 如果真有其事 是不对的 尹先生又说了 第二点 如果按照林郑这番话的常问下 是警察方面不同意成立这个委员会 换言之 如果警察方面 同意成立这个委员会的话 他是不是就会成立这个委员会 按照字面分析的话 就是可能会 又或者可能不会 但是 就以前者居多 即是如果警察同意 他就会成立的 那其他人会不会成立呢 不知道 但是这句说话 是说真的 是伤害极深的 同意伤害极深的话 就加一啦 大家 即是 大佬 你把所有责任 借定给警察 为什麽 你不是行政长官吗 你不是全香港最大权的人是你吗 那这件事 大家去做一个评论 所以尹先生就说了 如果是前者的话 到底香港是警察做特首 还是林郑做特首 这个问题问得好 他表示 这正正是反映 林郑两面派的手法 亦是曾蔭权一贯的香港人 走遮面的另一港版香港女的特质 遇事不果敢 不担当 不揽上身 射得就射 两面讨好 就好像赌场里面的庄家 大小通吃 立于不败之地 那这些呢 尹先生觉得是遗政者 裂军胜 那我自己觉得是 各位网友 不知道觉得是不是 是你又嘉一了 亦都是被人们 人们 经常所诟病的 唯官秘事 平身始的 最佳社照 他明明呢 就是不是 在成立 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个问题上面呢 基于外面的巨大压 举期不定 大家知道 真是拖答很久的 行不行呢 社会讨论吧 就是你 有没有责任感 你要自己背起 那件事去解决问题呢 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 这个更加需要 香港是不是 以后都不会遇到困境呢 我不敢说 万一遇到困境 那你是否一个要有为的领导者 来领导香港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 那现在呢 林郑反而反过来说 有部分建制派议员 叫我要去成立这个委员会 那 幸好我这么硬正 没有听他们的知识 就顶住了压力 没有成立到这个委员会 现在呢 这些 当初叫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 建制派议员 那些人呢 应该走出来 和大家道歉 这个又是传闻了 我觉得是 这个传闻我听到 我都觉得 在搞什么呀 特首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说话 这个是识别宴 大家说拜拜 客客气气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说话呢 没有人出来承认 也没有人出来否认 这个只是传闻 如果是发生这件事呢 我觉得 什么叫政治智慧 这个说话呢 要再问一次 究竟什么叫政治智慧呢 唉 我真是不明白 尹先生说得很好 各位看官 明明他自己未必 不会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现在反而他耶语 一些语言 当初很叫他成立这个委员会 这个不是倒打一把 又是什么呢 就是说 唉 总之 公就我呢 获就你呢 这个就是 最佳的写照 也是最佳的展示 很奇怪 这件事应该出来说一下 对不对 不说 我们香港市民 就当真的咯 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 跟着 因为当初 不论 是不是有议员 就叫他成立这个委员会 不竟他才是 这个决定的最终负责人 和最后的决定者 这个是他份内的事 怎样好意思去怪责其他人呢 这个真是 有点特别 何况他自己在这件事上 还把持不定 心大心小 是的 此举还认啊 哈哈哈哈 我真是不知道 唉 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此举还认的 那 最后呢 都是全靠中央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 以信雷不及掩耳之势 定立港区国安法 和完善了香港的选举制度 还有 就是 拘捕了 一班 真是破坏香港的人 和 很认真地 把司法 基本上都改革了 其实中央 在幕后 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幕前都做了很多事情 那还要守住 哪个人配合 在这里 真是多谢 二百多万的香港市民 还有 守护着香港的警察 还有 中联办的 每一位人士 中央政府 真是多谢他 令到香港 可以及早脱离 这个和乱 令到香港真真正正的止暴制乱 勃乱反正 终于 走向正轨 我们的未来 才能见到曙光 可惜的 就是疫情之下 我们竟然困在香港 整年多的时间 这些正正是 我们目前 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 所以 未来的日子 我们都要自求多福 亦都希望 香港和内地 可以尽快通关 据民 广东省 会是在和香港 在12月中通关 希望这件事是真的 那 香港人就有福了 起码可以振兴了 大湾区的整体经济 这个 真是我所想的一件事 好 今天时间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 明天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各位